社会地位在中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哪一个人是这一个群体当中最重要的官员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在中国呢比如说比较重要的官员或者是说比较重要的商人 那么一定是会在任何的一个场合这个群体当中 你可以看到在中心的那一个人就是所有人都围绕着他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开会之后啊或者是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照集体照 那么最重要的人一定是坐在最中间第一排的最前面最中间 所以就是说而且还有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人一定要坐在首席 首席就是一进门正对着的那个位置 那么最重要的这一个人呢一定就是会很突出的 所以就是说其实比较容易可以找到他们 只要你看到在中心或者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 然后那么在中国呢也是地位这个呢 社会地位也是非常就是说等级地位吧应该说 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某一个人他是领导的话 那么他说的话就可以决定一切 所以如果想比较快地解决问题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去找这一个人 当然前提是你能够直接见到他 然后如果能够直接见到他 然后直接取得一定的就是从他那块得到一些比较确定的回答 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很轻松的决定 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不可能直接见到这一位最重要的领导 有可能还需要下面很多的就是要经过很多层 要见到不同层次的这种负责人 最后才能见到最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社会阶层的这个限制吧 所以很多时候你并不能够直接见到最重要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呢有很多的障碍在那儿 有可能你要在就是下面比较不重要的人 那儿浪费很多时间 最后才能见到最重要的那个人 才能够做出一些决定 这样才能够实现你的目标 好